新加坡的新销山 我是英超级CAN 我现在身处在新加坡 鱼尾斯 地标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新销山 就是我们SATK 风暴的新销山 在这边的展厅到底是怎么样 跟着我走吧 在新加坡来刨下这个DRAK ART 那个启动DRAK 现在这个就很干净了 没有那个祝福我了 没有那嗡嗡嗡的声音了 调整完以后 改善是非常明显了 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新加坡 张总这个工作室 要不张总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 现在是凌晨的1点25分 从七八点钟一直帮我做到这个时间 效果是没得说的 我之前我有很多顾虑其实 这个房间呢 也没有办法做非常严格的这个隔音声学处理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做到像我去那个优美那种效果 真的你没有去过那个优美那个房间 你去过的话 就觉得世界上就是很少有 已经达到顶峰了 我觉得我要是能达到五成六成觉得就很满意了 我的客户应该也更满意了 原来我这个浩达喜功嘛 放了19个声道 因为换了一台这个风暴的最新出品的这个 Fusion 20啊 一体机有20个声道 一下用了19个 越多越好 加了4个P3 然后这个原来的好几个P3 换成了P5嘛 频道也增加了 这个音箱的数量也提高了 按理来说这个你期望值更高一点 是很正常 那么这个声音出来呀 坦白讲就是一团糟 十分钟我都受不了 就调试之前吧 对对对 因为我看了一个基本曲线也听了刚刚一小段 其实它的下潜没有真正潜下去 感觉是很混乱的那种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干 甚至比原来的还要差 我原来用的是那个ISP Core 16 简简单单的一个设置 我甚至都没有用ART 声音也不错 还甜还顺滑 所以我就是有个问题 我原来的机器还没有用ART 个人觉得很不错 可是我现在声道也多了 然后更先进的设备也用了 也严格按照这个程序 一步一步都跑下来了 那怎么还不如呢 之前那个不应该 就是这个自动调试有点像是 就我们国内新能源自动驾驶这一块 给我的感觉 如果现在你一上车打开这个自动驾驶 你什么都不管 最终结果就会车毁人马 因为现在的这个自动驾驶 还没有完全去替代人 但是如果我们善用这个工具 它会让你非常轻松 比如我们在一个路况 比较好的一个高速状态 像我们打开辅助驾驶 你的手也可以适当的放松 比如要喝口水 我双手去开个瓶拿一下 那个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那回到我们这个自动调试呢 它就是假定了它收集到的这种信息 然后它按照它已有的标准流程 去把它去做一个计算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前期我们并没有给到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信息给它 比如我们只给了一个50分的数据给它 它就拿了这个50分的数据去跑 那它不一定能跑得好的效果 我现在做完这个物理呢 我可能提供了一个90分的一个基础给它 其实它是能非常棒 其实最后我们也是在跑这个自动EQ 也在善用它 只不过前期我们是否做了一个足够好的基础 给它去发挥 所以我们刚刚针对这个已有了这个环境设备的搭配 我们首先就把这个中置确实对于绝大多数的客厅 激光电视或者有大片电视的 中置其实是一个很难以解决的 对于这种硬品来说 无论你是要放上放下 你得到的无非就是这个中置 是讲话是在屏幕下面 或者在屏幕上面 都会觉得好像定位不够自然 张主持人其实也是为了想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用了三个中置 我们风暴无论是从最入门的 扩道到MK3 整个系列它都是可制定义生道数的 都是能按照杜比规范去做三个中置 但是这三个中置呢 因为这个比较低 而且它的这个规格是PO1 那两个是P3 这三个融在一起其实并不太好处理 所以最后我们是通过做减法 把下面这个PO1我们不要用它 我们就是用两个P3 正好它的这个物理的位置 是在这个屏幕一个比较居中的地方 所以做完这个融合调试以后 你发现这个人声就和主声道一样 就在这个屏幕的中间出来了 而且没有这种违和感 我觉得能达到这个效果 超出我的预料 应该也超出我的Customer的预料 那刚刚我们是对了这个中置 把它做了这个减法融合 那另外一个就是低频 刚开始我们两个炮都是在放前面的 那有时候你放在前面 它产生的这个波峰波谷 它都是一样的或者是非常接近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低音炮放到别的地方 比如前后或者左右 形成一个双炮的互补 它能做一个风和谷的一个项目的底下挖 或者是这个填充前期的这个物理曲线 它就能尽量减少有风有谷 刚才讲到这个炮 我为什么摆两粒在前面 我觉得美 我的客户进来也觉得美 当然了 其实前后对称也是一种对称 但是你把这个炮改变了位置 前后这样组合的来讲 你会感觉到它消失了 就是你只能感觉到它的力量 感觉到它的震撼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有一个低音炮在那里 不存在什么左中右 你做完了之后 它就是一个整体 其实张总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调试好的系统 其实你是听不到哪个音响 在想你听到的是这个电影 该让我们听到的这个声场 或者是这个物体运动的轨迹 而不是说地平很突兀 无时无刻地告诉你 这个低音炮在工作 因为我这次来新加坡完全就是趁着 度假 对度假 但是必须也要来看看我们张总 因为我来之前 我们好像没有沟通到很细的地方 我以为只有一套风暴 其实不是的 这边竟然还有一个 然后我看到这边 就是我们刚聊到的这个Core 16 还有这个A8 这里还有一台 可以看到这个P3 还有这个PO5 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次会去 我觉得可能会记录到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房间 做的这个更完善 本期就到此结束了 好 那我们拜拜